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由无数的面组成的体 同理 四维空间是一个数学上的概念 是一维 二维 三维的延伸 在四维空间里 时间仍有时间轴 但是时间轴不是四维空间的一个维度 那个多出的维度仍然是空间的维度 但因为四维空间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概念 所以我在这里并不打算详细解释 它的真正概念与定义 在网络上已经有很多人对四维空间做了很清楚的讲解 大家如果有兴趣深入了解的朋友 可以参考李永乐老师的介绍 在这边我要聊的话题 是人类有可能感受或是进入四维世界吗 我个人认为 人在做梦的时候就是一种四维空间的感受 有时感觉好像自己脱离了身体 看到了自己 甚至看到过去与未来 而这种不受现实世界所局限的感觉 就很像在四维空间的感觉 所以人是可以感受四维空间的 但是人很难去解释或理解四维空间 更是不太可能进入四维空间 因为我们不是存在于四维空间的生物 更不具有四维空间的感官 只有那些所谓的外星人 神 鬼才是属于四维空间的 至于为什么 我简单解释一下 因为这一点很重要 从几何学上来说 一个四方形是由无数个点构成 一个立方体是由无数个四方形构成 以此类推 三维世界是无数个二维的平面所构成 所以四维世界应该也包含无数个三维世界 我们假设四维世界的任一个位置是XYCW 因为四维世界包含三维世界 所以一个三维世界在四维上的表示 可能是XYC0或是XYC1 但因为在三维世界中 XYC是你能移动的三个方向 第四个方向也就是第四维 你无法改变 因为你不是四维生物 你的视角也被限制在了三维空间之内 因为你没有可以观察四维物体的器官 无法在第四轴有所变动 也就是等于被固定在第四轴W的位置 而这个在第四轴上的W的值是永远一样的 所以在三维世界你无法去了解四维世界到底是怎样 但反过来从四维看三维时就变得相当容易了 由于三维事物在各个层次上都暴露在四维视野中 所以四维的生物很容易进入到三维世界 这也是为什么外星人 神鬼 在我们的世界可以来去自如 不受限制 因此 作为三维世界的人 你最多只能感受四维世界中的一个物体 在一个三维世界里的投影 但你始终无法透过这个投影 去想象或了解它在四维世界的真实状况 大家都觉得我们的眼睛看到的是三维世界 但这是错误的 我们眼睛看到的实际上是各个三维物体的表面 投影在我们的视网膜上 产生一个二维的画面 然后再由大脑转成三维模型 因为有两只眼睛的存在 两个二维画面因为视角的不同 经过大脑处理就形成了三维视觉 当有不同角度或位置的视野时 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就会变得立体了 立体的视野当然有助于判断物体的距离 而在生物演化的过程中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因为这非常有助于我们捕捉猎物 这也是为什么地球上大部分的生物 都是两只眼的原因 当然你可以试试看用手遮住一只眼 然后伸手去抓东西 不出意料的话 你会觉得比两只眼困难很多 因此人的眼睛是透过视差 来间接看到三维世界的 所以要再提升一个维度 去观察四维世界 就更加困难了 除非我们有第三只眼 而这只眼和我们现有的两只眼结构不一样 可以感受四维物体 那么人就有可能进入到四维世界 或说体验四维世界的感觉 在网络上也有很多人讨论所谓的天眼通 人类松果体的第三只眼等等的视频 但那些第三只眼和我这所说的 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概念 但有共通点 都是一个感觉器官 所以对于一般人来说 因为感官上的数量限制 所以人不可能从第四维观察物体 这就好比叫一个天生的瞎子如何感受到颜色 叫一个天生的龙子如何感受到音乐 人类天生就没有感知四维空间的器官 即使通过想象 那也只是一种类比 好比瞎子通过想象 也只能知道红色和绿色只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龙子通过想象 也只能知道音乐是一种规律性的东西 人通过大脑想象出四维空间 就算想象的再具体 也只是一种概念 所以有人说 他可以进入四维世界 或是透过开天眼等等方式 看到四维世界 我个人认为 这些人所看到的 或是所经历过的 可能大都是想象 并不是说 四维空间就是他们所想象的那个状态 最多也只能知道 四维空间有哪些特征 比如说 过去现在 未来存在于同一时刻 或是上下前后左右 都在同一个方向 人类的感觉 无非是五官的直接感受 你所能想象出来的东西 也只会是这五种 不会是第六种 也许会有一种四维生物 当他感受自己所在的四维空间时 不是用看 用听 用闻 用长 用摸的这五种方式 而是用另外一种 我们不具备的器官来感觉到的 比如我前面提到的第三只眼 甚至第四只眼 就好像一只蚂蚁 它是一个二维空间的生物 如果有一天 你把一只地上的蚂蚁 带到了离原本地方 好几里外祖母家中的桌面上 这只蚂蚁肯定自己 找不到回家的路 蚂蚁肯定可以感觉环境变了 嗅觉和它的认知完全失效 这时它将彻底的发疯 四处乱窜与奔跑 最后精疲力竭而死 作为三维空间的生物 要去真实感知四维世界 就会像这只蚂蚁一样 除非有四维生物的帮助 否则我们所感知的一切 基本上有很多时候 是虚幻与不真实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毫无意义 作为三维生物的人类 不应该浪费太多时间 去探索四维世界 因为一只蚂蚁 即使来到三维的人类世界 它也是无法理解 三维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蚂蚁本身的生物特性 限制了一切 人也一样 人要去感知四维世界 也是无意义的 因为对于我们无法理解的事物 你所有的感知 只会是一种包袱与虚幻 对生活中的现实 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就像你可以做梦 但梦境里面的一切 当你醒来后 一切都立刻消失 例如你梦到赚了大钱 可以飞天遁地等等 但梦醒之后 一切都是虚幻 所以作为三维世界的人 应该避免去感知四维世界 因为那有可能是一条单行道 人到了四维时空 有可能精神错乱 再也回不到现实世界 如果四维世界是一个超越现实的世界 在那里现实世界的一切规律都不存在的话 你所有现存的一切认知都将彻底瓦解 如果假设你接触到了四维世界 而你也亲眼看到了 那之后会发生两个残酷的问题 一来你无法理解四维世界 二来你的认知世界会彻底崩解 就像那只被带到外婆家的蚂蚁一样 而且当你发现四维世界是那么自由 无拘无束不受限制的时候 那么你还会愿意待在三维世界里吗 受制于三维世界的约束与限制吗 就像我们作为三维世界里的人 你会愿意做一个活在二维世界的蚂蚁吗 如果可以 那将是一种残忍的酷刑 最后我们所讨论到的一维 二维 三维 四维 这些都是我们人类自己的定义 对蚂蚁来说 我们认为它们是二维的 但对蚂蚁自己来说 它们也是有三维的空间 如果你观察一个蚂蚁窝 它们肯定不会只存在一个平面上 所以在蚂蚁的世界里 它们其实是可以认知三维空间的 只不过它们的三维空间尺度很小 对人类来说 感觉它们是二维的 如果一滴水滴 把它用显微镜放大来看 里面充满了成千上万的微生物 细菌 而这些微生物也是三维的 因为它们在游动的时候 总是上下左右 四面八方地乱窜 只是这些微生物是无法感知 我们人类正在用显微镜观察它们 所以很多我们人类所谓的二维 在微观的世界下 就变成了三维 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半导体晶片 以肉眼来看 只不过是一个平面 然而在半导体的世界里 晶片的架构绝对是三维的 所以严格上来说 在我们的三维世界 根本不存在物理意义上的二维物体 你在纸上画一个图案 只是有厚度的 图案其实是墨水渗入到纸张的 三维纤维结构中改变了光线反色 所以即使一张薄薄的纸 也还是三维的 电脑屏幕上的画面 是由三维的液晶分子的排列方向发生变化 使透光率改变而产生影像 如果我们再把视野 缩到更小的分子或是原子结构 你会知道 分子也是三维结构 原子也有体积 中子至子在粒子状态的时候 也被认为是三维的球体 所以在我们所认知的三维物质世界中 根本找不到只有面积没有体积的东西 除了光粒子之外 当然光子是很奇特的东西 光子照到地球上 都被地面物体的原子吸收而湮灭 湮灭的意思就是说光子消失了 并且把光子的能量传递给原子 而在这个过程中满足能量守恒定律 但简单地讲 光子一到地面就消失了 所以到底光子是否有纯粹的物质 这东西存在 在目前的基本粒子科学研究中 还没有定论 而目前基本的假设是显理论 也就是说已经超越了粒子和波的概念 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推论 在四维的世界中所有的东西应该都是四维的 当然了 这也只是我个人的猜想 大家不妨当作娱乐消遣就好 而且在四维世界里的生物 能向下体验三维或者二维世界 就好像我们可以轻松观察蚂蚁的世界 我们可以轻易地改变一只蚂蚁的命运 但是蚂蚁却很难了解我们 总而言之 人类是生活在自己所建构起来的知识 和自我认知的世界当中 虽然我们不应该被这些已知的知识所限制 并且应该勇敢地追求真理与真相 但是作为能力有限的人类本身而言 我们更应该介慎恐惧地知道自己的局限与天界在哪里 否则超越了这些 那么一切就只是无知的幻想和毫无意义的虚幻而已 好了 今天的节目先到此告一段落 在下一期的视频 我们会来聊聊 微博太空望远镜 敬请期待 另外 也欢迎大家留言 告诉我们您感兴趣的话题 我们都会考虑制作相关的节目 最后也请喜爱我们频道的朋友们给予鼓励 点赞与分享 谢谢您 再会 欢迎订阅